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12月12日的热点追踪 我是王静怡 全球第一首富推特老板马斯科 11日的清晨在推特写道 我的代词是起诉福奇 马斯科借由英文名字后面 标明性别的代名词的做法 以及右翼声称 福奇涉及美国防疫政策相关罪行的指控 发文暗喻说 我的代名词是起诉福奇 马斯科还上传了一张批图 显示福奇告诉美国总统拜登说 再封锁一次我的王 这显然是指马斯科再三抨击 但一年多已经不曾在美国实行的防疫措施 他把矛头直指向今年81岁的 美国新冠疫情首席防疫官员 即将卸任的安东尼·福奇的推文 在网络上疯传 引发了大量的讨论 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·保罗 对马斯科的推文回应说 即使安东尼·福奇博士即将退休 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任何与COVID-19相关的调查中 接受调查或被要求在国会作证 根据《每日邮报》的报道 福奇在8月份宣布 他将在12月份卸任 以开启职业生涯的新篇章 自1984年以来 福奇一直担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2021年1月份 拜登就职时 福奇担任总统首席医疗顾问 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·保罗 围绕COVID-19多次公开抨击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负责人福奇 并指责他促成了病毒的产生 保罗11日说 福奇的辞职不应阻止对大流行病起源的全面调查 必须要求他就他参与的有关武汉实验室泄密的任何讨论 宣誓作证 他的政策摧毁了生命 由于和COVID-19相关的极端左倾立场 福奇经常成为共和党人的出气筒 即使许多人认为大流行病的阵痛已经过去了 福奇还是推动所有美国人强制戴口罩和接种疫苗 在福奇的建议下 拜登、白宫强制要求接种疫苗 包括所有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和军人 福奇坚称 即使在离开目前的职位之后 他的目标也是帮助修复广泛存在的 分裂国家和政治化科学的党派两极分化 2021年的5月份 福奇否认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支持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所谓的功能获得研究的说法 保罗声称 现在有证据表明 福奇参与了或者至少是知道开发该病毒的设施 有人说福奇就是美国的钟南山 在全球疫情渐渐平复下来的当下 美国的福奇宣布辞职 他能否全身而退呢 疫情起源的追踪是否还会继续呢 在疫情又起的中国和中共政府一唱一贺 欺骗百姓的钟南山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呢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